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浩宇 听说你受这个金士杰影响非常的巨大 我觉得呼应弹如姐姐的书两个重点嘛 一个突破 看破 对 一个看破 那我的看破是从哪里学到 就是有一次我带学生去访问金士杰老师 然后学生就 戏剧系的学生就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说老师你演了这么多角色 而且很多都是反派嘛 那你会不会演到入戏太深就走火入魔 就觉得自己是那个坏人 然后金老师呢 他那时候回答 我在旁边印象很深 金老师就说 会耶 我跟你讲 我演一个角色啊 我又发现 哇 原来我也这么卑鄙 然后我在演那个角色 我就发现 哦 原来我也有这么小人的一面 然后我在旁边看 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如果是一般人在讲的话 他可能会讲说 啊 我怎么这么卑鄙 我怎么这么小人 你会开始骂自己嘛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面 可是我就看到大师身上是什么 他是在演戏 他看见他自己的不同面向 他没有用好坏来定义这个特质 他就像发现自己还有其他新的东西一样 然后那一次结束以后 我记得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看破 看破的意思就是 你不会再用什么好啊 坏啊 对啊 错啊 什么东西去框架你自己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特质 它都是你 对 是很珍贵的 那这个组合起来以后呢 就能突破 我觉得那一次之后呢 我觉得我现在就还蛮突破的 以前有一次那个 我同事他就跟我说 你在外面事业搞那么大 怎么在学校还要接校长的行政职务 那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觉得我听到 我就会马上陷入好坏 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外面不要做了 低调一点 可是呢 那个时候我听到他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天哪 他讲的只有道理 我干嘛要拿行政工作来折磨自己 我应该把外面事业做得更大才对 然后我就去把行政工作辞掉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突破呢 真的是你发现你自己 其实没有什么对错或是什么 你真的是可以突破你的人生 你接纳你自己 也不太管别人说什么了 其实我有一个 这跟虽然我们派别不同 你是佛洛伊德 我是阿德勒派的 但这跟中性行为一样 很多人会给我很多劝告 其实对我而言 听不听是我家的事 我也不会受到社会压力 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俩意见不同 那这是我的中性行为 你不要来管我 我没有伤天害理也没 你干嘛来劝我呢 所以我常常的态度 我都是面带微笑说 好好好 但你知道我心里想的就是 我虚心接受 我坚决不改 而且你还会诅咒他不是吗 其实在这个年代 你要坚定自己很重要 因为现在网络化时代嘛 太多酸言酸言 你不能因为谁说你 你就摆到那里去 对啊 李嘉老师你看 你怎么来面对呢 我是大概里面最年纪最长的 我觉得人生就这么一辈子 那么成功与佛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活到 觉得自己快乐跟满足 那么即便你没有那么耀眼 也没有那么样子的 多样的学习跟成就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真的我觉得 你可能没有什么成就 可是你对于你目前的现状 觉得是OK的 是好的的话 那么珍惜这样的事情 真的 我觉得人生 有的时候 去争取也很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 真的 你的看破 也是有道理的 也很多人 对于 可能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 他就说 我真的今天听了很振奋 我很想做很多事情 很想像淡如今一样 我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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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想跟做中间是有一些距离的 很多人会来问我说 我想要怎样 可是 对对可是 万一 我想投资什么 万一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那你觉得 越南的政权稳固吗 问题你问上帝啊 谁觉得他稳固 那你问蔡英文他稳固吗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事情 很多人会说 因为口袋没有你那么深 所以他不敢 所以 没有我刚开始口袋也不深 我们现在更浅嘛 那 买太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生其实真的只有一次 那对于我而言 与其望着那个滔滔江流 我如果不下去游泳 只是一直在这里怕单湿我的脚 我会觉得辜负 那你达到你的眩晕 不好意思 我想我的新闻全世界都知道 我老公帮我签过 放弃治疗的证明书 我度过了地狱般的日子 比如说为了我要一个小孩 但我这个人个性很独 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不会回头的 我觉得我追求就是我的中性行为 我想要那个美好人生 所以我一直觉得 有一些女生真的很奇怪 要做什么 我老公又不赞成 或什么又怎样 你要不要把握你的人生 然后你不要说 自己想要做又没做 结果人生走到了70岁 连一分钟 听说死前可以放电影 对不对 连一分钟都没放完 自己就觉得说 哎呦真的无趣还看到空白的影片 然后你就跨点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你不需要像很伟大看齐 但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件事 先开始做一件 我本来不会去做的事 甚至换一条比较远的路走回家也可以 你要尝试第一步第二步 然后你在言辞中避开 但是可是 是 万一 你可不可以说 只是 那你可不可以说 我真的想要 如果你敢对自己这样说出来 我相信其实你没有心魔 何况你知道我们正惨 我们不年轻了 那有些人很年轻 其实当你年轻又一无所有 本来就没钱 请问你怕什么损失 所以你更加是拥有了全世界